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度杀了233点 中场还好有拉起来一些 收跌96点 收在17,227点 这四天台股可以说很特别 美国的股市是创历史的新稿 到昨天道琼跟S&P500 都还是创新高 然后日本的部分 最近是连涨 可能东京要运表现的也还可以 最近日本也没有跌 然后大家都说 香港跟大陆股市相对是弱的 没有错 前面先跌了 这礼拜它也没有真的跌 然后上海的股市 最近反而是天天都还涨 而且把前一个多礼拜 那三根几乎已经快收复回来 反到台股 今天是先刹破60天的均线 就是季线 这是季上次 这一天 我记得最多跌379点 378点 那一天就是郑老师 前一天打AZ隔天请假的那一天 然后后来又反弹上去 今天又刹到这一根的低点附近 最近台股是非常弱势 然后上跪的电子指数 也刹破了那天的低点 7月28号的低点 也刹到了季线 所以台股最近可以说 就跟美股跟牙股走势都不同掉 大家都没事 只有台股自己在跌 那原因我想这两天 我都有在我盘中文章 我都有提到 我说我认为 跟政府的政策 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一个礼拜多以前 政府先宣布说 未来当冲如果赞成交比重 多少陈述 他会列入所谓的 处置交易的条件 这就让当冲的人 就觉得 那之后是不是绑手绑脚 量就先缩了下来 这两天又传 可能当冲交易税减半的 这一个措施 maybe到年底就不再延长 当然这还没有定案 我个人又说得更明显 所以呢 在7月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太久以前 我们就说7月的30号 陈述量都还有5374亿 今天是杀得够凶 所以杀出3800 前两天成交量剩下3498亿 也就是说之前7月6月5月 成交量是五六千亿 叫做常态 最近这个多礼拜 掉到3000多亿 一叉叉了两三千亿去 真的差太多 其实大家看我的节目跟文章够久 大家都知道说我从来没有鼓励过当冲 我也不喜欢当冲 我觉得当冲其实没有办法让大家长期获利 但事实上 当年政府做出当冲交易税减半之后 我们确实看到过去台股成交量 曾经非常低迷的 每天甚至连1000亿都不到 那个日子真的很难熬 后来慢慢回升到1000亿2000亿 然后有一天突破了历史的天量 3300亿之后没有想到4000亿5000亿 6000亿这一路上去 这当冲交易税的减半 其实是推增台股的交易量 非常大的一个动物 这是事实 算我不喜欢当冲 过去因为台股交易量不够 所以本益比也偏低 当流动性不够的时候 很多股票它就是长期叫做冷冻贵 也没有人要玩 你进得去你买你可能不好出 所以就搞得很麻烦 所以现在有当冲之后 就量都很热闹 所以你要出也可以 你要进也可以 你要做短你要做长 大家各取所需 所以那个量能结构上来之后 台股就有13000 14000 15000 搭配国界景气 中美的一些斗争 所以台股就顺势而上 一年30多兆的交易量增发 你要想想政府少了多少证交税 你当中的交易税减半 你不减半你能多收多少 但是你证交税你少赚太多了 所以政策的部分调整要三思 我良心的建议 如果昨晚今晚有看到三思 因为税收少收是显而易见的 你不要因为有几个人的违约交割 做好证券商银行端的信用控管 就可以了你为了一天的几千万几亿的 金额不多的违约交割 然后你一天少掉两三千亿 一两千亿的成交量 完全就不成比例 而且台股在一万七一万八 如果说成交量的水准 从六千亿五千亿突然降到三千多亿 如果再降下去 我认为这对行情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大胆的预测 如果成交量继续说下来 证交税少收非常的多 到时候如果说想要取消 当中交易税减半的这个政策 我认为应该会再调整 可能就会取消 可能就不会去取消这个政策 我认为 因为这个影响实在太大了 但短线伤害已经造成了 加权是连续一二三四五 连续五根的黑K棒 ODC连四黑 抱歉 这是ODC的电子指数 ODC的指数也一样是连四黑 跌破际线 ODC的电子指数也是一样连四黑跌破际线 就短线来说 今天我有法人朋友跟我说 他们都被杀到昏头 因为其实大家都没有人看空 美股 雅股也没有什么基本面的利空 并没有 大家也都没有跌 这是事实 但台股已经莫名其妙杀了第四根了 前面都撑得住的 到今天 他说他们也被主管要求 被迫要减码一些 所以卖个几千万一亿的部位 所以今天你才会看到后面是越杀越快 杀到两百多点 就是因为其实法人也都逼着 破了那个点 他还是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就是标准的多杀多 杀出来之后 毕竟没有利空 所以当你多杀多 停损停利的 在最后 在卖个临界点都杀完之后 后面终究杀上去 所以今天我在盘中文章 其实我写得蛮精简的 我说 其实这种行情 你终究会遇到 当你遇到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检视手上持股 它的本质的时候 简单讲 如果你的持股 它的毛利率 它的盈利率 它的接单 它的报价 它的趋势 非常强劲的 每个月都在往上 今天你杀下来 杀个十几二十八下来 你不买 别人会帮你买 因为市场资金会觉得 它太便宜的 它就有利可图 它自然就会进去水 就往低处流 所以常常这种 被市场所代赛 杀下来的好股票 当市场只稳的那一个刹那 你发现 那些股票就 很快就跑上去 这个时候就考验 持股本质的时候 就是看谁 持股的数字够强 所以我就说 往往这时候 是你调整持股的时候 因为 营收创高 财报创高 毛利创高 获利创高 股价也跌十几二十八 然后碰轰的 衰退的 股价也跌十几二十八 既然大家都跌下来 如果你把握这个机会 我常在讲说 以弱换墙 就财报弱的 财报墙的 以跌换跌 两个都跌下来 但本质不一样 你把它换过去之后 再经过两个礼拜 你发现说 本质强的 蹦蹦蹦蹦蹦蹦 它又涨回去了 碰轰的 破灭的 开始破线 一路往下 分水岭交叉开来 那就差很多 所以要把危机当作转机 如果你跟我一样持股 本来就是数字最强的股票 我今天告诉我的 加入成员的好朋友们 我就说忍耐就好 这种状况我遇到太多了 7月28号那一次 莫名其妙放个价一堆跌顶板 结果后面一个礼拜又通通涨回去 同样道理我认为两个礼拜之内 大概我们手上那些股票 大概都会涨回去 可能也不用那么久 但不一样的是 有一些股票本来就是碰轰的 它就是乱吹牛的 财报可能不如预期的 第三期展望可能有问题的 那个下去会破线 就是你应该要换股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你要以落换墙 甚至大家都跌的时候 以跌换跌 后面你很快就会反败为胜 所以我就说 你不晓得该怎么调整的 你就来找我 你就来找我 回到我们的股票 股票都很惨 金金科也杀到399块半 都涨到快500了 就今天就杀到剩400 收盘402块半 也得33块 就跟大家一样惨 所以我觉得 这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因为电子股就杀得这么惨 这个也就是跟着一起被杀下来 但是当杀过400的时候 滴接买盘很明显的就进场 所以也没有看到什么跌停板 也没有看到什么恐慌 杀下来之后 量稍微放大也没有太大 低档收一收 尾盘就收个402块半 那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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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一滴一滴高 就慢慢盘着 慢慢向上 近代后续的基本面的利多发酵 我们估计8月中 或者到8月底 有行电脑部分 我们估计会设计定感 就是所谓的tap out 那中间我们抓一个 大概两个礼拜的range 我想象比较合理 因为tap out这种工程 其实微调一两个礼拜 常有的事情 这是业界常有的事情 它这个不是说 我本来就做好的东西 几月几号要出货 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设计案 要把它设计定案 常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个调整 但我们就知道8月中到8月底 其实差不多多少 那只要设计定案 后面才能开光照 那只要说现在 比如说12寸 还是10寸 12寸的光照 它开一个是300万美金 就一个光照开是1亿 公司股本也不就不到7亿 所以如果前面的设计没有搞好 你贸然光照开下去 发现说后面有问题 你光照重开 你又要死了 就GG了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要非常小心的 就是设计定案 我们就抓到8月中到8月底 只要定案 后面接着就是看公司是不是就要排 什么时候开光照 什么时候量产 那明年应该就是一定是量产 那中国一年的市场上涵上百万颗 因为其实大陆的公务用的电脑 总量大概是1亿8到2亿台 那这如果说未来 之前我看中国的官方的报道的计划 是希望5年之内可以换 那如果说5年换2亿台 除以5的话 一年是4000万台的市场 那现阶段我必须要说 金颗后端的金颜代工封测 恐怕现阶段你没办法配合得了这么大的量 所以初期一定是先比较少量 后面越换越顺 那个量就越滚越大 而且规格每年可能还会再调整 所以我们估计就说 一年至少有上百万颗的市场 而且又不是只有行政电脑 台南电的订单本来一个月说2万 之后新的量是要求一个月10万 那一年也是超过100多万 120万的量 那也不是只有这两个订单 还有大陆的一些什么POSE系统 那大陆还有很多案子 陆陆续都在谈 工业用的很多很多 所以明年真的是大爆发的一年 新的合约 有的签了有的陆续在签 我认为8 9月份 陆续都会看到 实际的东西它就会浮出来 所以原本股价都已经涨到484块半 结果ODC连杀4天 那经济科还多撑一天 算是杀3天 杀3天 其实这跌期未来就是给你买的 因为只要设定 明年如果排量产的话 明年的EPS就几十块钱了 回头再看现在的股价 那个都太过便宜了 一次是卖在186.5 大概这附近 第二次是卖在大概183 大概这边 平均卖在大概184块左右 然后今天 其实它也是很倒霉 就盘差 不然财报非常的漂亮 股价就打下来跌停板 那未来是可以再买的 因为后面报价强劲 新的产能陆续到 那未来出货 用7月份涨两层的新的报价 来做计算 8、9月份的获利会更漂亮 所以当这个价差已经出现了 卖18几 现在14几 已经快要到40块钱价差的时候 后面我会很考虑再买 我那时候出到点序 我说我们就陆续 买一档点序第二 一样是数字都要创意高的股票 其实这档股票是8255的棚层 那之前买220几间230 就遇到盘氏就不好 也是先往下打 那当然跌的不多 就今天盘中涨8.4% 回到231块 到我们成本附近小小赚 那我就看盘氏杀成这个样子 法人朋友都已经被迫 做一些持股的停损 股价也拉起来给我们出 所以我们就在231块 在最高点附近 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通知我的教育成员 全部先出一趟 全部先出一趟 那因为盘氏震荡 收一些资金回来 那看是打下去再买 或者是别的股票更便宜 再来做操作 那就有个弹性运用的空间 结果230附近卖 收盘打到212.5 这一差就差好多 所以盘氏不好 就是我们还是维持一个灵活操作 但是看好它是点区第二 是因为它后面的出货的动能 真的会非常的强 报价也非常的强 因为马来西亚陆续在停工 所以MOSFET或者是二极体的部分 目前都还是非常的缺 这个态势是不变的 所以盘氏不加 高点先出 而且出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点区卖完之后 转进点区第二 遇到盘氏不好 这边也没有什么赚赔 就先走一趟 冲高先出 等到拉回考虑再买 拉回考虑再买 既然卖了 基本面这边我就暂时不多说 因为反正要买的时候 再来多聊一点 今天没那么多时间 被带完拖累股票 其实很多 比如说预创 盘氏有一路往下杀 中场也跌了 我看一下是跌几% 预创中场是跌了7% 收在43.7 这其实这也是无望之载 因为 薛银兽月增13.48 是所有相关利润股里面最强的 这就符合我说的 因为它现货比重最高 所以它现货再涨的过程 它的收费最大 第二件毛利率30% 它盈利率13.36% 都跌增了7% 所以说照这种数字 其实股价本来就应该要大涨 但遇到大盘杀成这样子 那也没有办法 我们就只能忍耐 但是它果然是签过大涨的最大收费者 我估计应该7月份 单月份的获利 应该有机会超过4毛钱 5月6月加起来是4毛 4毛4 7月份有机会就倍增到4毛 只是后面都整个要反弹 所以行情 因为政策面的因素杀下来 后面必然会有一个 强力的暴富性的反弹的行情 就是财报好的股票 所以如果说不晓得该怎么换股的 赶快来找盛老师 我来协助大家把持股调整到最佳状态 等会我们再聊小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政府突如其来针对当冲 做出一些政策的调整 比如说纳入分盘交易 处置的条件之一 或者是说交易税减半 maybe不延长 就造成最近台股这两天 这三天 这四天 成为雅股最弱势的股市 那我认为政策面还有调整的空间 被凑杀股票很多 后面都有机会做V型的反转 比如说一泉 这也是无望之灾 涨到65块 今天被打到大概53块 中长收到52块9 大概就53块附近 这也都是被大盘所拖累 Apple跟AMD两大客户的 忘记的同步的拉货 在7月份营收增3% 5.37 创历史的新高 8 9月份有机会加速去挑战6亿 所以原本预期有机会 7月6亿没有 大概8 9月有机会 单位货利有机会达到4毛 而且现在都积极要扩产 所以明年有机会单月营收就看到10亿 获利就会上看6到8块钱 我想这个就是当年的建策的翻版 所以这种股票其实杀下来都不用杀低 我想一个礼拜之后 它都一定会回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到时候看是要再换再调整 停逸或停损都可以 便宜也是一样 早上还有29 7.5元尾盘也是一样被带赛下来 那都是因为大盘因素 尾盘收在281块 第二季赚10.57 第三季产能会增加5% 再看涨15% 第一季产能会再增加10% 有机会再涨10% 全年上岸36块 目前股价就是低估 所以很多好股票都被杀到蛮便宜的位置 我相信未来两个礼拜都有非常强力反弹的机会 所以这时候你要趁着跌下以跌换跌 把弱势的财报股票换到强势财报股票 后面就会反败为证 不晓得该怎么做的 欢迎来找郑老师 也祝大家收到顺利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